这档推土机明明在做道路施工 但怎么像是特技表演一样 一个后退撑起后轮开始跳过链 整个推土机看起来像是在跳舞一样 不止跳过链就地旋转 它还一下前一下后 把重达三度的推土机耍着玩 这里就是事发的地点 在台中市区当时正在进行路面刨处工程 才铺一半还有另一半还没有铺完 路边的电线杆也贴上施工告示 怎么施工10到一半 有这样的危险动作 我们找到这架推土机的工程行 他是工程行的老板 一边开推土机一边示范 还说这个动作其实很平常 叫做钻土 就是台里面台有点重 有重量就会放 就会稍微压压这样 稍微有重量就会稍微压压这样 本宫就会有这个摊的平均了 平方说由于施工有申请封路 不适用交通法规无法开罚 工程行的老板也认为 推土机脚固烈很牺牲平常 不过三顿重的推土机 重量这么重 弄不好出人命的话 怎么办才好 记得王家清 韩志心家景全 台中高雄财宝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